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被关心他们的网友所挖掘出来 虽然今天不是315 但我们却要说说明星圈里打假的事件 本周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话题 就算得上是已经在娱乐圈里面淡出的一个明星的故事了 他就是陈好 说起万人迷陈好大家还记得吗 当年因为粉红女郎里那个角色 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的心 即便是已经有十几年过去了 但大家如果说起陈好这个角色的话 万人迷的形象依旧是深刻在内心的 那么万人迷在2010年离开了影视圈 开始潜心到中系去当老师之后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作假的事情呢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说说 我们先来说回陈好老师吧 陈好是出生在1978年 算下来今年也是40出头的年龄了 但是最近看到他的照片依旧是风采迷人 那么陈好是在1997年的时候考到中央戏剧学院 一直到2001年毕业 毕业之后呢 他也有一些作品问世 像电影当中有一个叫做那山那人那狗 是一部获奖的作品 除此之外要说大家记忆比较深刻的 可能就是粉红女郎当中万人迷的那个形象了 非常的妩媚 然后再加上风情万种 可以说当年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我看到很多网友留言说自己青春时期最美的女性的形象 大概也不过就是陈好的这个样子吧 到了2010年之后呢 陈好就渐渐的淡出屏幕了 大家基本上看不到他的作品了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说 陈好主要的工作呢 是到中央戏剧学院去当老师了 挺好的一个事 本身是做明星学表演 然后再回归到自己的老板行里 相夫教子当老师 应该说算得上是女明星当中一种非常完美的归宿 但是在上周的时候啊 就有一些网友 多事的网友 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关于陈好 他们上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这个官方网站上 在这个表演系的教授一栏当中 看到了陈好的名字 一共教授呢 只列了五个就有陈好在这其中 大家要知道啊 学院当中的大学当中的教授 而且是郑教授级别 这个算得上是最高级别了 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有人就说 陈好从2010年退出到影坛之后 开始还上了一个研究生 读完研究生之后 开始当老师 仅仅用了六年的时间 就从助教到讲师 从讲师到副教授 又从副教授攀到了教授的职务 这六年连跳四级是怎么做到的 太不容易了 不单单是如此 而且我们知道在教授的这个评定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就是他必须是在这个方面有建树的 有很多这种理论作为依据 应该是有论文能够拿得出来的 网友就质疑了 作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一位教授 陈好老师居然没有找到一个 他作为老师之后的一些安身立命的一些论文类的东西 他没有 但是其他五位老师当中像另外两位王平老师和姜若瑜老师 人家都有发表 几年的时间里分别发表了10篇18篇相关的文献 可是陈好老师居然一篇都没有 所以有人就说您这个教授的职务是不是来的太水了一点呢 不单单是陈好被发现 还有啊在中系另外一位副教授职称的老师 蒋文丽也被发现 哎呀好像没有什么作品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个人介绍当中 他扮演过什么角色 上过什么样的学 有一些什么对外交流的一些经历 以及理论方面的一些文献的发表 全部都写的是清清楚楚的 但到了陈好这儿呢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大家就说陈好这个教授是怎么当上的 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其实近几年的时间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啊 陈好还是在中系做了不少的工作的 比如说在这个招生的现场啊 在一些考试的评定当中 以及给这个中系去拍宣传照的时候 都能看到陈老师的身影 但是在做学问这方面 似乎没有看到他的任何的影子和作品 那好有人就说 既然陈好老师 你在做了这个教授之后 没有论文作品出来 我们就看看你当时求学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于是有人就开始往前捣鼓了 看到陈好啊 是在2010年到2013年 在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叫做艺术硕士的这个研究生的 艺术硕士虽然是一个在职的研究生 但是据了解呢 这个学术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 算得上是艺术领域的一个天花板了 最高的一个学历了 而且通常这个专业毕业之后 都能够在高等院校里能够求得这个一个职位 所以是有资格去当一个大学的老师的定位 所以这也是在2013年 为什么他毕业之后就能够很顺利的留校任教的一个原因 但是大家在搜的时候就发现啊 这个陈好老师飞升的过程当中啊 作品也是相当的少 只有毕业的时候写过一篇短短的论文 而且在知网上一查 和其他的这个以前发表的相似的文章 相似度高达23%以上 有人就觉得这个理论创作方面呢 似乎并不是很好 而且大家从这篇照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来 2013年他毕业挺不容易的吧 之后呢 他还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人生当中的结婚啊 生子 而且一下就生了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全部都是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完成了 所以大家就想你这个个人能力也太强了吧 想当年赵薇在北京电影学院 读这个导演系的硕士的时候 赶上生他的女儿小苹果 连续两次都是这个缓期毕业的 延期毕业的 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同时把这个生孩子 还有坐月子 以及和他的这个学术论文 以及拍信啊 各方面平衡到一起 怎么成好就做得这么好呢 所以大家真的质疑声很多 那么质疑之后 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啊 在网上也掀起了很多的这个讨论 于是呢 中系的做法 中系在网友们扒了几天之后 终于他们做了一些变动 什么变动呢 第一 他们没有发任何的官方声明 也没有在网上做任何的这个说明性的文字解释 也没有屏蔽自己的官网 而是把陈豪从教授一栏 移到了一个专门设置的国家一级演员这一栏 所以现在大家再去看这个陈豪的介绍的时候 就会发现国家一级演员 哎 陈豪的这个角色已经有变化 再也没有说他是这个教授了 所以同时这个蒋文立副教授呢 也被去掉了 他从副教授当中提出来 然后又设置了一个国家二级演员 你看国家一级演员 二级演员 三级演员 这是他的一个职称 然后教授副教授 讲师这些是在学校当中的一个职称 其实这是两回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把他们混为一谈 那么周系的说法是 当时官网在设置的时候弄错了 所以把这些东西都归到一类里了 那么这之后呢 陈豪自己的工作室也出来来辟谣 或者说他们有自己的说法 他们说啊 是陈豪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教授的这个资格评定 是学校的官网给归类归错了 这个解释真的是让网友不能接受啊 毕竟这几年的时间都这么叫过来了 难道在叫陈豪是教授的时候 陈教授的叫你都可以接受和答应 那现在被大家发现不是的时候 你就一下把自己的这个推得干干净净 没有一点责任了吗 如果一旦你不是教授的话 从最开始人家发表的文章说你是教授那一刻起 你就应该去指明这一点是不对的 我相信网友之所以不满意 最大的一点就在于我们会认为在象牙塔的顶端 应该是最严谨和最洁净的一个地方 如果教授都是这么好混 六年的时间都能把学术学出来 又能够平到这个教授的职称 又能生三个孩子的话 那您的能量是不是也太大了点 但是这次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发酵并不是特别的多 我觉得终其一点呢 还是因为陈豪这个人本身呢 是比较低调的 你看从他演戏到退出影坛 再到结婚生子 再到当教授 他自己其实没有做多少的文章 比起那些给自己设置一个学霸的人设 最后翻车的情况似乎要好得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个两年前的学霸翻车的故事 这个事啊 到现在网友吐槽起来 还真的是历历在目 恨得牙痒痒呢 我们要讲的这个人呢 是翟天林 不知道大家还熟不熟悉 他曾经演过几部电视连续剧 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小伙 而且其实最早我对他有印象呢 是因为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博士毕业 事情要发生在2018年 在2018年的时候啊 当时翟天林在自己的这个微博上 晒到自己的一个录取的通知书 他收到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博士后的录取通知书 天哪 不是本科 不是硕士不是博士 而是博士后的级别了 同时拥有着这样的一个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学位的人 所以他的整个当年这个小翟的人设就是什么 站在娱乐圈的这个学术学历之巅的一个男人 是不是非常高 所以他这个学位非常高的这件事情 大家都已经有认知了 翻车呢 是在2018年的8月 有一天呢 小翟他就是在这个网上在做直播 和这个他的粉丝们进行互动 然后粉丝就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啊 翟老师啊 请问啊 我们能不能在知网上搜到你的这个博士论文 因为你博士都毕业都要读博士后了吗 结果我们的这个小翟说了一句话 小翟说知网是什么东西 结果他这个话一出来之后 让大家有点不可思议 什么鬼 作为一个博士毕业的人 你居然不知道知网是什么 我们这个普通人不知道知网是什么 还可以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来我给大家把这个知网普及一下 那么中国的知网呢 是中国国家的知识基础建设工程的一个 主要的访问平台 那因为知网的数据库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目前中国大部分的高校都是通过知网 来进行相关的学术文章的一些查查找的 也就是说检查这个论文是否存在着这个抄袭的现象 他们直接到知网上一查就可以看到他和其他的相关的文章 有没有多少的相似性或者他的这个原创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也是一个广大做这个学术研究都非常了解的网站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不知道知网的翟天林他的一些学历情况 翟天林的是2014年攻读的北京电影学院专业的这个博士 然后2018年毕业之后第二年就收到了北京光华管理学院录用博士后研修班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理论上说作为一个博士的毕业生 他应该要求在博士的论文答辩之前 有两篇刊物的这个刊物上面的论文发表 而且这两篇当中其中有一个一定要是这个国家核心的这个C级刊物 而且必须是自己独立撰写的学术论文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论文答辩的 换言之你是没有办法去毕业的 那么后来有人就到这个网上搜了一下 翟天林同一时期的他们博士班一共有20个人 其他19个人在知网上都能够搜到相关的文章 只有翟天林一个人是搜不到任何的学术文章的 那么后来大家就在另外一个叫做广电时评的杂志上 看到了一篇翟天林写的关于白鹿元当中他演的角色 白孝文的一个分析 大家注意了首先这个期刊 它并不是一个国家C类的核心期刊 它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杂志 发表的一个评论性的文章 一个学术性的文章 然后再其次我们来看看通过知网查询之后 他和其他已经有过的发表人的这个作品的相似度 短短一篇文章只有2700多字 2700多字的文章当中啊 抄袭别人的文献的重复率高达40%以上 你看左边是别人写的文章 右边他自己写的文章 这个红色的部分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而且没有去标识 它是reference引用的东西 我相信读过硕士博士以上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特别是在国外 这方面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你的所有的论文当中有多少个字 是借鉴其他人的 这些都是要通过你自己写的这个列的这个文献表格 要全部列举出来的 而且即便借鉴别人的东西 别人的论点 也不能是全篇照抄这么长 如果是这样的文章的话 又有什么自己独立去研究的意义在里面呢 所以这一下翟天林的这个娱乐圈学历之巅的这个人设 一下就给翻车了 虽然之后他还有一些什么辩解 说自己不知道之王只是在开玩笑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然后他的毕业论文当时是要到第二年才能够查出来 所以当时没有查出来等等 反正是诡辩了一些话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就是这个人设真的是已经翻车了 从2018年到现在 我们几乎很少看到翟天林的这个作品问世了 然后北大呢也发出了一个相关的通知 对于他这个博士后的研修成员的这个资格 也一下给剥夺回来了 换言之人设没设好都不说了 最主要是翻车 让自己的演艺生涯也似乎到这儿是全部翻车了 什么时候能够再起步呢 还真的是个未知数 当然这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了 本周还有另外一个小年轻人的人设 也是因为学术以及学霸形象造假 而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讨论 他是谁呢 稍后告诉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周末一文志 来和大家说说关于明星学术造假 以及学霸人设翻车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最近这样的事情还蛮多的 我就把它们做到一起了 其实你说网友之所以不开心 或者是有愤怒的点在哪呢 在于大家认为制度是不公平的 本来高考呢是检验大家的一个标准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 因为人太多的状况之下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证明自己 高考是唯一的一个独木桥 那如果我们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我们以一样的标准去要求的话 那还好说 但如果你本来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资源 然后你在进行高一高一级的这个学历学习的时候 你会更加容易拿到 那就是让人觉得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就像有网友说 他自己是一个实打实的博士学出来的 但是却看到了这些明星用着Easy模式 和他的Hard模式在同样的一个起跑线上 他觉得资源是不公平的 大家奋斗了那么多学了这么多 你在一边上着综艺 一边做着节目 一边拍着电视剧 一边不发表论文的情况下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相关学历 而且能够拿到国家这种高级知识分子的一些补贴 大家当然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很有趣的是 现在的娱乐圈当中 因为帅哥美女太多了 这样子的颜值的人设 已经不足以提高大家对他的认知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几年 在美貌已经不是稀缺品的时候 似乎一个高智商的头脑 就成了大家追捧的焦点 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介绍到的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一个小伙子 今年刚刚的高中毕业 大概就是18岁吧 他的名字叫做马佳琪 说到马佳琪这个名字可能有点陌生 但我要说到他所在的时代少年团 可能很多00后的朋友们还是挺熟悉的 对我个人来说 这七个小伙子看起来脸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十几岁的元气满满的小鲜肉 小少年的样子 但他们的情况其实我知道的并不是很多 中间穿蓝衣服那件就是马佳琪 他是时代少年团的团长 在这个团当中享有非常高的一个声誉 我来讲讲大家看上面是TF Voice 他们是同一家公司打造出来的明星 TF Voice三个小男孩 一个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 一个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一个考上了美国的伯克利的音乐学院 都很好的成绩 所以现在的这个小年轻人设走的一般都是不单单能唱能跳 颜值能打 而且也一定要高学历 那马佳琪是怎么回事呢 他今年高考 然后高考落榜了 他本身呢已经完成了这个艺术类的专业考核 只要文化课过关就行了 通常大家都知道对于一些艺术类的考生 文化课的线还是定的比较低的 因为你常年都在学乐器啊 学表演啊 学画画 学唱歌一类的 所以通常文化课是不会和普通高校的这种一本二本相去抗衡的 因为你的专业知识是比较厉害的 那即便是在艺术类分数很低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马佳琪小朋友呢 依旧是以这个307分的成绩给落榜了 大家觉得不服气的点在哪呢 就是马佳琪最早他设置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呢 就是一个学霸的人设 公司里就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学霸的样子 学习很好的高中生时时刻刻都爱学习 结果大家看这个成绩出来之后呢 确实是让大家非常失望 其中这个数学只有25分 所有的课交到一块一共只有307分 这个成绩啊 离分数线还是差了蛮大一个差距的 即便是艺术类的分数线也差了很多 而且最主要的是 大家可以看看 以前在公司包装马佳琪的时候 曾经在很多的地方拍到过他在看书的那些镜头 什么在车上等拍片的时候看书啊 还有在火车上看书啊 在这个剧场里看书啊 还有在这个化妆的时候都在看书的样子 时时刻刻手里拿着一本书 那他的人设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的样子 甚至在高考之前啊 有人采访马佳琪的时候 他自己还说我自己的学习成绩呢 不是特别的稳定 基本上就是在年纪前几名不断的这个徘徊 天哪你听这句话说的是不是特别的反尔赛 那当时喜欢马佳琪的这个年轻人就会觉得 哇我们的琪琪好棒啊 这个甜蜜的烦恼都是在这个前几名徘徊 因为不能拿到第一名而觉得自己有一点点懊恼呢 结果这成绩一出来就给打脸了 然后马佳琪刚才发了一篇 那个他在微博当中发了一个公开的信 黑色的那一张 他就说到很遗憾这个成绩让大家失望了啊 他是把这个成绩报告给大家 毕竟都要知道的 现在这个网络这么方便 谁都能查得到 与其让别人查到 不如我自己把这个成绩说出来 然后他说到了一点 他说其实我一直都清楚自己是一个普通人 可还是想要做的好一点 再努力厉害一点 像一个厉害的马佳琪多一点 其实这个话怎么说呢 大家并不怕你是一个普通人 大家不能接受的是 你以一个不普通的带着光环的样子 享受到了大家的那种爱戴喜欢和崇拜 结果发现这些全部都是假造出来的 这一点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那我们会觉得同样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起跑线上 你占有了那么多的资源 你现在有一个明星偶像的号召力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真正有影响 而且像马佳琪的很多追星的一些小粉丝 他们都是中学生的年纪 他们就会有一个想法说 学习不好也没关系 像马佳琪就是啊 他一样能够唱能够跳能够挣钱 所以对于我来说 我也是一样的 不用努力 我也可以过这样的日子 对于他们可能会有树立一个坏的榜样 那我说了这么多 有人就觉得娱乐圈里真的就没有这个学霸了吗 就没有学习好的了吗 当然不是的 为了扭转大家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和大家来说几个 有几个还真的是人带如菊 平时呢比较低调也完全不声张的 我介绍这第一个算得上是娱乐圈当中学历最高 而且各方面也都是非常康达的一个人了 这个人我们看他演的一些角色就能够想 原来是他呀 如果我说他的名字叫做于恩泰的话 可能你还不是很熟悉 但一看到他那张吕秀才的脸 你就知道了 《武林外传》当中的吕秀才 挺有意思的 在《武林外传》里 他演了一个考了那么多次 吕考不中 只是一个秀才的满口知乎哲也的酸文的一个人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 人家吕秀才还真的是一个特别高学历的人 他在上海戏剧学院本科四年的时间 年年都拿奖学金 考上研究生的时候 研究生的考试当中 英文和专业理论都考到了第一名 然后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去读研究生的第二年 就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被送到牛津大学去做交换学生 那学完之后回来 他又考到了上系的第一名的成绩 博士 最后又考到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博士 最厉害的是本科硕士交换生 还有这个博士 四个专业四个台阶 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特别的牛 而且在前不久 他在身临其境的这个节目当中 这个配音配了一段亨利武士 那么亨利武士他的这个配音全程脱稿不说 而且全程都是地道的这个英国伦敦腔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 而且莎士比亚的文章 大家都知道莎士比亚用到的一些单词和现在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他用脱稿 完全这个很契合的这样的一种口音出来 当时就震撼全场了 就觉得这个中阁的演艺圈里面可能要说到这个学历啊 学习啊 以及整个能力最强的可能也就是于焉泰这样的 但整体来说 他还始终保持一个比较低调的样子 享受自己的慢生活 我看他的微博当中都是一些去旅游啊 或者对于生活的一些随想 有的时候我也会发一些自己临摹的一些字贴之类的东西 那个字写的 我觉得每一个七八年的时间是绝对练不出来那首好字的啊 好 我们看除了这个余恩泰之外 在娱乐圈里面活跃的还有一位音乐才子 他就是李健 大家都知道李健是清华毕业的 他和刚才我们说的都不一样 刚才说那些学霸呢 他们都是学这个艺术类的专业的 但是李健可是实打实的清华大学的这个学生 而且当年还是保送上的 保送上去之后呢 还学的是这种电子工程的相关专业 出来之后直接分到广电总局当网络工程师 到2000年之后才开始从事这个辞职以后做这个歌手工作的 所以你说这个当时在清华当中也是有末位淘汰的 他要一边学习一边组水木年华唱歌 然后一边还有这个好的成绩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个有趣幽默 然后又有才华的才子的样子 看他们当年他们毕业的照片 清华当中啊 学电子工程的只有前面的四个是女生 其他全部都是男孩 完全是一个男生的这个专业啊 那除了李健之外呢 还有两位主持人也挺厉害的 一个是何炯 一个是夏贝宁 这个其实稍微有点偏了 因为他们俩本身的就是主持人主持人我觉得和演艺圈的明星还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现在被科成这个双北CP嘛 两位都是来自于北京的大学 然后也都是湖南人 一个何炯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 然后夏贝宁的是北京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的 而且最主要两个人都是保送上去的 所以你看他们就一直有着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履历 后来大家就传到这个高考之前一定要转发夏贝宁和何炯的贴图 只有送了这个双北CP的贴图之后 你才有可能能够取得好成绩 也算是一种寄托自己对学习的一个希望吧 好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今天想说到的是一点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你认为在娱乐圈当中到底学历重要还是不重要 如果你有一些什么想法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的平台下方来留言 看电视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我自己个人其实是觉得明星的业务比读什么学历要更加的重要 但是如果你业务好的话 一定要有这个基础的知识做一个根本的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 你可能在这个业务学习的时候 能够更快的去获取知识 有更高的这种能力 而且第二点 明星他们本身是有偶像光环的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怎么说 都是影响着很多人 很多年轻人是以他们为榜样的 倘若你作为一个明星 因为自己的这个财数学浅 或者是你不太懂的地方 去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那之后就一笑大方了 我记得前不久 我们曾经说过有近东的事情 就是他说这个诺贝尔的数学奖 就真的是让人笑掉大牙了 诺贝尔什么时候有数学奖 还有像马思纯经常转发一些张爱玲的东西 后来被发现那些话都不是张爱玲说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凹一个人设是学霸 或者说你想凹一个文艺青年的人设的话 一定要把自己的基础打扎实了 毕竟只有自己基础扎实了 才是经得起考验的 那像马家琪这样的孩子 他毕竟还小 有复读的机会 到明年的此时 也许我们就真的可以说 他是一个实打实的偶像了 好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们再会了 我们下期再见